同学们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工程数学的应用 我这一次想要介绍工程数学在结构学上的应用 结构的问题里头 比如说我们这个量它有一个受力 这个受力我用任意形状的受力 这个受力的函数叫做Q Q跟距离有关 我是向右为正 左边的话是x等于0的位置 工程学我在分析这样的问题的过程中 我要切一小段来看 我中间切一小段来看 切这一段来看 左边是x的位置 右边是x加上对他x的位置 这小段 这是自由体图 把它放稍微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然后上面会有均步贺重的一小段 均步贺重的一小段 然后它会有切开之后的关系 切开之后自由体图 它会有简历作用在上面 它也会有弯具作用在上面 工程学的简历和弯具我画的过程中 我是把那个弯具画成上缘压力为正 简历的部分是顺时针为正 然后左边的位置是x的位置 所以是左边的弯具 是x位置的弯具 还有简历的话呢 简历的话是左边的简历 这个是左边的简历 工程学我稍微拉一条线到旁边 这是左边的简历 然后这边是右边的弯具 然后也一样有右边的简历 简历它是顺时针为正 然后弯具是上缘压力为正 然后同学们 我们之前有学过的 泰满极数展开的概念 再很快复习一下 就是你要知道右边的函数 它的数值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把左边的函数 做一系列的运算 第一项是不用微分的f了 左边的f 然后再把f的微分拿出来看 去除以一阶层之后 在层上对它一个10 下一个像次的话是 f的两次微分 除以二阶层之后 乘上对它一个10的平方 下一个像的话是 三阶层分之 f的三次微分 再乘上对它一个10的地方 同学这个关系是 在微积分的讲解过程中 应该有探讨过这样的关系式 不会很难 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现在是把DataX这小段拿来分析一下 因为DataX这小段它的宽度很小 所以我可以把比如说我们想象中 DataX是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公分或是千分之一公尺 千分之一个长度 单位可以暂时不理它了 就是公尺也可以公分也可以 我现在有千分之一公尺 DataX那就是以MM 以MM取平方 那你就变成百万分之一公尺 那再取立方那更小了 所以更容易我们在 这个工程的分析过程中 通常都把这种相似忽略掉 这是可忽略的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的关系 是我要知道右边的函数值是多少的话 我只要做这样的相加 就把左边函数值 再加上左边函数值的一次为分 处理一阶层再乘上 DataX这样就好了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但如果你的DataX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话 就变成说这要写成约等于了 如果DataX非常非常微小 其实写等话也OK了 好 各种学我把这样的观念 套用到这边来 根据刚刚的讲法 那右边的减历 就可以写成左边的减历 再加上左边减历的微分 那一阶层可不可以用写 在层上DataX 弯曲也是 各种学弯曲 右边的弯曲就会变成 左边的弯曲 再加上左边弯曲的一次微分 再乘上DataX 这样是OK了 然后我们做垂直力的平衡 垂直力有哪些呢 垂直力 各种学那个简历一定是 成对发生而方向相反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概念 那我现在把左边 左边的简历往上当作负的 然后右边往下的简历 当作正的 还有一个切小段之后外力 这个外力 我把它换成等效的集中力一下 因为这是分学要注意一下 它的单位的概念 通常我们会把 如果是切一个断面来看的话 切一个平面也没错 切一个平面来看的话 这个Q通常导致我们给牛顿每公尺的单位 然后简历的话我们都是给牛顿的单位 通常都是这样子 那MOMENT呢 弯曲的话是牛顿公尺的单位 这些单位对我们的分析也蛮重要的 因为分析的过程中每一项都应该是相同单位 好 各位在看那个Q的影响 首先我把它换成等效的集中力 也就是Q乘上这个 这个Q乘上它的宽度 这个均补力就是外力 这个不是完全均衡分布的外力 而它乘上它的宽度变成 这个是牛顿单位 也就是这个集中力的概念 把它换成集中力的概念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垂直方向的作用力呢 我是向下为阵所以加上右边的 再加上Q乘上跌大X 好 看起来没有其他相关的 好 再把V是 V这个相似它跟左边的关系是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看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好 这个的话就是V 右边的简历 简掉左边的简历 好 右边的简历 简掉左边的简历 会等于负的Q乘上Denticus 对了 好 我再把那个Denticus除到左边来 好 后面是负的Q 好 除了左边来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当Denticus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身上就可以把左边写成一个微分式 好 左边的话就是V对X微分的这个简单写法 当我的Denticus就在距离很小很小的时候 变成V对X的微分等于-Q 好 各路学这个是我们在结构学上常常看到一个重要的关系是 就是简历跟外力之间的关系 好 那我们再多 当然我在推导过程中 现在还没有用到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关系式 但是这个关系式 如果同学在刚刚这个地方要带进来的话也可以 带进来之后结论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弯曲跟简历的关系 就在结构学上他会希望建立简历跟外力的关系 还有简历跟弯曲的关系 好 那简历跟弯曲的关系 我们也试着完成一下 好 我取右边这个端点 它的弯曲为0 好 右边 好 右边 好 因为SubmissionM O 会等于0 弯曲要做立平的意思 好 那在弯曲做立平的过程中 有左边的弯曲 左边的弯曲是M 像X位置的弯曲 我用顺时针文证来思考 好 还有V造成的简历 好 V造成的简历 也是顺时针的弯曲 好 V要乘上距离 力要乘上利弊 好 利弊的话 是DNAX 好 同学 在留意下来的单位 像我刚刚有说 弯曲的单位是牛顿每公尺 牛顿公尺 不是每公尺 抱歉 牛顿公尺 这个当作它的单位 好 那我们刚刚有说 简历的单位是牛顿 距离的单位是公尺 所以第二项也是牛顿乘上公尺 好 然后再来 中间这个 Q的影响有没有 Q的影响有 Q的影响是造成逆时针 逆时针转动的弯曲 好 先算成等效集中力 Q乘上DNAX 是等效集中力 将来这边有一个 Q乘上DNAX的作用力的意思 好 这虚线代表不存在 只是等效的作用力而已 就是Q乘上DNAX 好 然后还要乘上利弊 这个是牛顿的单位 那要乘上利弊乘上2分之DNAX 好 还有右边的弯曲 好 右边的弯曲是造成逆时针转动的 好 针减掉 右边的弯曲 好 没有其他的 所有的弯曲要做理平衡 好 然后接着就是化解一下 各位同学我刚刚说 高这个 DNAX 取平方 高次方 好 平方也好 立方也好 其实他都是给忽略掉 就像那个概念 这边也可以用到 就像这边 这边我看到DNAX取平方 DNAX取平方 其实这项也可以忽略掉 像这个DNAX来说的话 它是很小的一小段 如果我已经有 考虑到千分之一的话 那千分之一的平方就是百万分之一 其实不用考虑到了 不用考虑到 好 所以这项是可以忽略掉的 好 然后整理其他相关的相似 好 所以我把那个M M相关的到右边 那先写右边 M 在右边的弯曲 剪掉左边的弯曲 好 等到右边 现在写V乘上DNAX 好 再把DNAX除到左边来 所以这个的话是 右边的弯曲剪掉左边的弯曲 好 除以它们之间的距离 会等于那个剪力 好 那当DNAX很小很小的时候 好 这个就是 可以写成为分的符号 上面这个写法可以表达成 弯曲对距离为分 会等于简历 好 各种学生 我们现在推出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是 这个重要的关系是 在表达说 弯曲的斜率就是简历 意思是说可以从简历的 那个线的形状 知道弯曲要怎么画 因为同学们 你们通常会被要求说 在结果学的时候 要知道怎么样画简历图 怎么样画弯曲图 那画简历图跟画弯曲图的过程中 如果你看到简历图了 你看到简历图了 你就可以从这个关系式 就可以去反推 那弯曲图大概怎么画 因为数学的关系是已经建立了 如果这个简历是一次方的关系 跟距离一次方的关系的话 那弯曲应该是两次方的关系 因为两次方的 比如说X平方微分 两次方微分之后才会变成一次方 如果简历是一次方的关系的话 那弯曲应该是两次方的关系 大概这样子的意思 那同学我现在 这个工程数学 在结构学上所建立的这种简历跟外力的关系 把它建立好了 这建立这个关系是 相当于说我在处理工程问题过程中 我建立了它的数学模式 有了数学模式之后 下一步呢 我要给它边界条件 像这个问题的话 它需要有边界条件 它的边界条件 就是左边的弯曲是0 右边的弯曲也是0 也有反例 反例你也可以给它 我们就把一些相关的给它好了 这左边 各位东西我建立一个数学模式一下 就是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 我们要有一个Mathematic Model 这我们在讨论这一类问题的过程中 到最后就是 请问我们的控制方程式是什么 就是我要知道我的控制方程式 我的控制方程是 待会也可以只写一个 就把这个moment跟外力Q的关系 再把它建立起来 待会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跟同学懂吗 我现在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也可以 合在一起之后 我就把V是弯曲的微分带进来 那就是V是弯曲的微分带进来 待会可以进一步这样写 OK了 如果进一步这样写的话 那我就把它写成 弯曲微分两次 就是外力 各位同学我这样写OK 我是说 控制方程式到底要写哪一个 如果你喜欢只写越少越好的话 那我当然就写这一个 如果你觉得写两个也无所谓 那就写两个 其实都可以啦 歌同学都可以 那为了完整几节 我去写三个 歌同学我们就 我有看到 1G的两次微分 这个会等于外力 然后如果单看1G跟简利关系的话 那就是1G微分 会等于简利 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看简利跟外力的关系的话 那就是简利的微分 会等于中文的外力 加负号 不容易 这叫控制方程式 数学模式里面有控制方程式 还需要有什么东西呢 还要有一个边界条件 对我们的问题是空间问题 我需要有边界条件 只要给我适当的外力函数 其实我一定会有左边的反例 这个左边的反例一定找得到的 我写左边好了 是在左边 左边的反例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还有一个右边的反例 我一定也可以找得到 这都是我的边界条件 左边没有弯具 右边也没有弯具 那叫面界条件 我刚刚说的把它写在这里 同学们 我在算 这左边的反例也相当于它的简利 就做在这个断面上的简利 所以我的简利在左边是R左 我的简利在右边叫R右 就这个意思 各种学生把简利表达一下 V在X等于0的地方 就是R左 假设 当然题目要给我 那个Q是什么 我才能算R左还是R右 算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 简利在左半边 叫做R左 那简利在右半边 给它一个长度 好 各种学生长度 我说是L 这个量的长度 我说是L 好 那简利在右半边的地方 L的地方 它是R右 好 各种学生我刚刚已经把工程数学 在结构学里头的简利弯具相关的关系 建立好了 建立好它的数学模式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讲法 如果你有把工程数学学好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处理 画简利图画弯具图的问题 以上请同学参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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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